前谈龙珠超最新画,自在即以孙悟空败给摩罗,比鲁斯前来就场。 日本动漫龙珠超最新漫画第六十画中,孙悟空和摩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,可惜的是,即便孙悟空能够主动开启自在即以宫,但还是无法长时间维持自在即以宫形态,导致孙悟空败给了摩罗。 幸运的是,被吉他赶回地球,接替孙悟空战斗,本期线谈龙珠超第六十画中的两个问题。 摩罗和孙悟空谁更强? 孙悟空经过训练,在梅尔斯的帮助下,孙悟空可以主动变身自在即以宫的形态,不像之前孙悟空只能被动变身。 不过,孙悟空掌握的自在即以宫不是完美的,而是半成品,被称为自在即以宝,孙悟空的头发只是银色线条,并不是自在即以宫的银发。 孙悟空回到地球后,直接使用了自在即以宝,起初孙悟空为了长时间保持自在即以宝的形态,把身上的力量调整到均衡。 可是,自在即以宝形态的孙悟空和摩罗不相上下,完全没有胜算。 孙悟空发现了这个问题,只好抛弃均衡的力量,孙悟空拿出全部实力与摩罗战斗。 摩罗也不是吃素的,同样也全力以赴,从两人的战斗中,孙悟空在全部力量释放前夕,实力是强过摩罗的,从孙悟空用气吸震飞摩罗即可探出。 随着孙悟空的力量消耗,实力逐渐下滑,没有悬念,孙悟空输给了摩罗。 如果孙悟空掌握了完美的自在即以宫,是可以打败摩罗的。 破坏神比鲁斯是否出手相救。 孙悟空和摩罗的战斗情况,被梅尔斯和维斯看得一清二楚,梅尔斯没有料到摩罗如此强大。 孙悟空败给摩罗后,梅尔斯坐不住了,想要去帮助孙悟空,但被维斯拦住了。 维斯提到天使一族不能插手宇宙的事情,星球的消失和荡生都有自然规律的。 梅尔斯听到维斯的话以后,只能无奈答应了。 这时,比鲁斯说自己饿了,让维斯给自己找很好吃的东西,这个细节应该是以后的剧情铺垫,目前来看,比鲁斯比较喜欢的是地球上的食物,比鲁斯可能去了地球。 同时,同时维斯也说过,第七宇宙中应该是比鲁斯和戒王神,对摩罗事件进行判断。 维斯的意思是说,比鲁斯和戒王神可以插手,天使不能。 那么,比鲁斯去地球的可能性比较高了。 按照惯例,虽然贝吉塔来势汹汹,但是贝吉塔依然不是摩罗的对手,后续剧情的反转还不少,拭目以待吧。 好了,本期就说到这里,有不同观点的朋友,欢迎在下方留言,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动漫分析,请大家记得关注我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